Hello各位先輩 今天呢我要在直播間面對非常高清的鏡頭 所以呢今天要分享一個無懼高清鏡頭的底妝 但底妝之前呢我會喜歡沾T去用刷子 不印象膩的 這樣凸了不用擔心卡的了 因為呢這些凸的位置很容易放油光 好啦接下來就是底妝 想要底妝持久了你可以先噴射你的臉部 這樣它有一個非常水韻的肌膚狀態 粉底液千萬不要亮多 不然的話呢整個底妝就會翻過 最近狂掌的東西 壓力那麼大 唉 所以呢 我會分享一個 比如說遮蓋兜兜的小技巧 看一下會比較沖透又薄 OK那很多人比較好奇我底妝 為什麼可以那麼的立體 不管是誰 如果你只是塗一個粉底液 你覺得就是均勻膚色 所以呢我會有兩種質地的遮瑕 一個呢是液妝 一個是膏妝 膏妝的話呢我可以遮蓋兜兜的遮瑕 液妝的話可以拿來提亮 黃金三角區 因為這個位置需要你的底妝非常乾淨 沒有任何遮瑕 嘴角放屋 那如果你擔心遮瑕液乾的話 你可以再噴底妝噴 一點點就夠了 再拍一張 瑕疵必須要交給遮瑕 你不要指望一個粉底液遮瑕就通透不可能 看一下 這邊是不是更加立體更加乾淨 好這邊重塑 記住了我們鼻子呢 現在毛孔是朝上的 所以你是從上往下脫 這邊可以把粉底液抹進去 鼻子呢可以掰開 避免卡粉了 這些位置是必須要少量的 抵住了最後一步 遲遲可以用無名紙 沾取一下膏 最後蓋一下你的黑眼圈 用點的方法 這樣才能把膏底拍得牢牢的 OK 重點來了 用我的刷子尾部 沾取一些膏底 直接點在你的痘印上面 點完之後呢 用乾淨的刷頭 韻癢一下邊緣 讓這個色塊慢慢往邊緣劃開 所以看起來不會那麼的污物 好 你用而遮乾淨之後呢 就不要再觸碰中壓的位置了 如果剛爆出來的痘痘 最好還是貼個痘痘貼 吃痘痘貼呢 是可以沾取產品的 同學吃 來教你們一個 空氣遮瑕吧 在這一些比較放輕的黑眼圈 用眼影刷 輕輕的 輕輕的觸摸 不要戳到你的皮膚變形了 這樣可以增加那個遮瑕的布蓋力 因為高清鏡頭了 不能讓你的肌膚泛有一種光澤感 這樣看起來會像牛皮 所以要喜歡用一些比較乾的 沒有水分的美妝蛋去做一個輕輕的混沸 這些小毛孔的位置呢 輕輕拉上去 不要觸摸 不要戳啊 因為有可能會把遮瑕脫走 而且打絲毁的美妝蛋呢 它可以溶解一些粉末感 無痕 無紋 還有一個重點 我希望大家也學會了 像這些遮瑕呢 就真的要更加輕油了 兜兜在這 蜻蜓點水 特別是細紋 今天看到底妝 對於一個人的整個人的氣色 有多重要了吧 拜拜